好 那我們今天的講義在這邊 那麼我們今天主要會有兩個部分 應該說三個部分 一個就是我們要把上次沒講完這個超音波部分帶進來了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我們上次最後兩個裝置互動有沒有 兩台一起玩 其實你們走的時候我就成功了 對齁 所以上禮拜好像連線比較慢一點 那今天我們會再試一下 再讓各位試一下 再來就是今天要再把麵包板拿進來了 因為我們今天有一個溫濕度的 有一個溫濕度的 但是呢如果你溫濕度那個感應器 你直接接就是那個杜邦線 雖然也可以啦 但是鬆鬆的 很容易就鬆掉啊掉了 所以我們就會把它插在麵包板上面 所以在麵包板這邊 我們會跟各位稍微提一下 大概怎麼用 但是我知道各位 理論上應該是會的 理論上應該是會的 所以等一下可以考驗一下 再來就是 因為有溫濕度嘛 那我們希望說 如果說 你真的要用這個感應器的話 它可以把資料存起來 那存起來就要有資料庫的概念啊 你們有學過資料庫嗎 沒有 沒有 對不對 但是有沒有 有沒有用過 Office裡面有一個軟體 叫做Excel 有沒有 應該有吧 老師上課有教過嘛 那我們雲端硬碟上也有一個試算表 所以可以跟它做結合 不過呢 這一次我們就需要搭配 WebDuno它有一個是需要註冊的那個平台 因為那個平台 才有那個Google試算表的記錄 我們之前用的那個免費 就不用登錄的那一種有沒有 直接進去就用的 它裡面目前沒有 所以到時候需要到這個網站來註冊一下 你們是不是都有Google的帳號 有對不對 所以要到這邊註冊一個 好 所以等一下我們會跟各位介紹 那這個溫濕度距就是這個 好就是這個 所以等一下我們會像這樣把它接到這個麵包板上 這樣比較不會就是鬆動 比較不會鬆動 這個是我們今天的 阿如果 你把它接反了 有看到它融掉了嗎 哈哈哈哈 欸消去喔 是融掉喔 對啊 你不覺得跟這個標準板不太一樣嗎 有沒有 嘿你如果接錯的就會像這樣 所以像這種啊 就是要各位養成習慣喔 你要接設備的時候最好怎麼樣 電拿開 對對對對對 這樣會比較安全一點喔 好 那這個儲存設備 儲存數據的部分就是我們剛剛講的 會跟我們那個結合 那這邊呢 剛剛你所看到這裡 這裡有幾個積木有沒有 跟四川表積木 這個部分呢 要在我們剛剛講那個平台裡面 要註冊那個裡面才有 這樣有了解了嗎 好這個是我們要 那再來 我們今天最後面 時間如果允許 會跟大家介紹一下 欸要做網頁囉 你們有沒有 同學以前有參 製作網頁的 有的同學不是有參加網頁比賽嗎 你用什麼軟體 Dreamweaver 是嗎 這樣比較會做夢對不對 哈哈哈哈 但是用那個好像有點難耶 因為你要很多的一些觀念嘛 那所以我們會跟各位介紹一個免費的 那等一下老師會把這個軟體分享一下 好 然後呢我們後面會有一個 先讓大家腦力激盪一下的 這個白板 好這個白板 這樣 這個是我們大概今天要講的這個內容 這樣有沒有問題 沒有齁 我們應該會選擇 然後我們應該要講的 跟各位同學 我們應該會選擇